在百度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带十几个人 以实习生为主 其实主要就是实习生 正式员工加上我 一共就那么三四个人 然后在阿里的话 也带过几年人 都是带20人的团队 但是职能比较单一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大的产品线下的 技术线下的某一块技术 这个职能都比较单一 大家做的事情都特别的明确 这次出来创业 其实也不是我第一次创业 为什么我感觉到 执行力上一直不如以前 因为我对比的是 06年的时候出来的第一次创业 还有就是07年第二次创业 那个时候 06年我组建了一个 五个人的一个产品技术团队 然后当时的工作效率 我觉得跟百度没什么区别 实际上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招聘 那个时候大概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才招到五个人 这五个人的话 我是采用那种类似百度标准去招聘的 那样的工作环境 就跟我的在百度的时候那种工作环境 周边人的配合 差不多的那个意思 因为有的人 我知道的某些骨干的员工 原来在外面拿的工资比我还高呢 然后那次创业其实执行力蛮强的 做东西很快 最后成了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我要想事情让大家去做 因为我想到的很快会被做完 那个产品还是不错的 一年之后是被那个 汤森路透集团给收购了 相当于一年的时间 这个资产翻了五十倍吧 然后07年做第二次创业 我们两个人用这个 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把一套视频搜索给做完了 上线了 那时候效率也是蛮高的 现在回想起来 只要是那个配合的人 这方面都是 自己比较能够合得来的人 特别顺那样的一个感觉 现在做这个事情 我的感觉第一点是 对方向的把握上 一直在自己也没有一个 特别坚定的那种执行上的方向 自己也在变化 不断地做这事 可能做一段时间 然后又改了 再做一段时间又改了 是自己方向上把握的不是特别清晰 因为这个盘子比以前变大了 这大到自己可能掌控不了 原来我在企业的时候 我带技术 我觉得我可以带一百人 我甚至是可以带更多 那那个技术 那些东西 是我有很强的掌控性的 但是现在去带这个产品 去接触市场等等 我觉得有太多的事情 就是我需要自己去探索 去学习 然后对团队的影响 就是我的指挥 很可能经常会出错 我做猎头这个行业的业务 一开始服务的对象是谁 主要应该服务谁 是自己做一个猎头界的Uber 还是自己做一个最大的猎头公司 做一个信息技术更强的猎头公司 我其实一开始都没有想得太彻底太明白 但这样的打法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你做Uber的话 那你服务的就是猎头和那些重包 能够偶尔做猎头 那些小猎头等等 你要是直接对接服务企业的话 那么一开始你可能是像做猎头公司一样的去运作 然后你的优势就是一个更强的技术 更好的信息系统等等 这些事情一开始没有真正想明白 到底是做平台还是做自营 所以带着大家也是跑来跑去 另外的话就是团队确实 比如说我在阿里我带的团队 我自己是9级 带的是678这样的一个团队构成 那我现在的团队的话 如果是用阿里的级别来评价的话 你到不了这样的来务 你要更低意识 这样的话再对话起来 在那个信息的传达方面也是费劲的 后来我就发现我成了一个表达能力很弱的人 做技术的时候 我认为我是在技术圈里表达能力很强的人 因为我可以很容易的把一套系统架构 把这个工作流程 任务分解之类的 给别人讲明白 但是发现自己做了一摊的生意 准时对这个生意的思考 自己就不是很明白 然后再给别人讲明白的话 那是一个更困难的事情 再加上人才层次中间有很大的一个沟壑 这种表达更不能让别人接受 所以这个执行力的就显得比以前差了 因为目标不一定来回地跑 好 可能前面做过的很多事情都会被废弃掉 第二个 大家的战斗力 尤其是单兵做的能力 确实不能跟以前相比 因为现在整个创业环境比较热 创业公司能够找到的人 通常是比较草根的一些的人才 也不像BAT的时候 手下全是那种精兵强将 都是最出色的学校里面 最顶尖的那批学生成长起来了 不是这样的环境了 那时候创业没这么火 那时候坚持的一些原则 跟现在也不太一样 再加上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 可能做创业以来更有冲劲 就年轻一些 然后实际上是干活的话 整个team是以我为主的 我是干活的主力 我带着大家一起干活 然后我找到的人也是 那时候选的也更加的严厌一些 然后我也不用担心成本的问题 这些事情由CEO来关心 我只管找合适的人 我花了更长的时间 去打造一个更小的team 然后注重执行力 我觉得那样的做法 草根其实更合适的 但是现在的话 因为大公司待久了 产生了一些大公司病 然后我必须要有一个够大的团队 才能让自己心里面安心 团队大了 然后各种建制 能够去重复原来大公司的环境 可能人都有惯性 这种惯性就建立了一支 其实有点臃肿的一个团队 然后单兵作战能力不够强 资金力不够强 我觉得这还不是放权的问题 更多是一个CEO心里的紧张的问题 紧张之后CEO开始乱 心里乱 他并不是不想放权 而是他因为他已经乱掉了 乱了方寸 然后他开始变成救火队员 到处在铺那些小火苗 假设公司就是一个 着了火的一个列车 然后前面是断崖 或者前面铁轨坏了 车厢上还凿着火 这个时候有些CEO 包括我自己 想的不是说去驾驶室里面 杀住闸 或者是我绕过那段坏了的铁轨 而是在车厢里面到处救那些小火苗 比如说在我们公司 我的产品和我曾经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在过去 比如说公司成立刚刚三个月的时候 我是对我的产品 和偶尔人很放手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不管产品你来管 他原来做过大公司的产品的总监 直接的空降的产品总监 他是从来没有做过产品设计的 说白了就是带团队的 他主要职责是带团队 而没有做过设计 然后突然去做产品的设计 然后自己其实干的也蛮努力的 一开始的话也是出活很快的 但是做那些东西出来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怪怪的 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事情 但当时三个月我基本上也什么都没说 我只是有时候提醒他 我自己觉得我出活也挺快的 我这个东西都做出来了 当时也处于一个打鸡血的状态 做的蛮好的 当时我有的时候就提醒一两句 我说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 但基本上也没管 三个月之后 实际上我是出了一种情绪很不好 一种很暴躁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一切的原因都归结于产品没设计好 一切的项目推进 都是因为产品经理的责任 太失败了 当面说这个东西设计的就是一坨屎 产品整个一条线 包括我的合伙人 包括UI工程师 长期的处在一个不知所措的状态 最后有一段时间形成了一个什么 只要他们提的东西 我一定否定 就得为否定而否定那种 基本上没有什么对的 只要提了我就会否定 我觉得哪哪哪不靠谱 然后实际上我那时候把自己做成了这样的一个产品经理 实际上我的合伙人还是情商很高的 遇到一个像我样情商的可能就早就分家了或者说打一架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的 当时整个产品部门的这个设计非常的低 技术部门也跟着一起指责 你看CEO是这样的态度 其他人更是一个态度了 所有的部门都在指责产品这边做的不好 但是我们回头想一想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局面 比如说有一个什么腾讯过来的产品大牛在做这件事情 他在设计上很有体验 他把这个交互做的牛的不行 成业界新标杆了等等 最后在市场上的一个地位状态会好很多吗 也许好20%吧 不会超过20%的 那事情根本就不重要 只要那个产品通了 脉络通了 你里面那些使用的细节 这就便利不便利 好看不好看 关键的使用路径上用户好找不好找 那都是细节的东西 但是我却为这个细节的东西 费了很大自己的经历情绪等等各种事情在里面 实际的情况 我成了那几个月 制约公司产品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 前面三个月 虽然说产品税率来的东西不好 真的挺不好的 但毕竟还有执行力 毕竟东西还能做出来 然后最后我进去之后 发现这东西做出来也许好一点 也许还那样 也许更差 没有考证的 只能说很多东西是我想的 我自己更喜欢了一点 是不是市场上更认可 不好考证的 但有一个点就是 我进去之后 效率的产出比原来更低了 研发的速度变得更慢了 因为大家开始不主动创造了 怎么这都是被骂 都有你虽有一个人去拒绝 你说的好了 你说定了 你敲下来 然后我们去执行干 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自己做的很累 但是产品的效率反而进一步降低 但是这个东西 无论效率高也好 低也好 或者是差一点也好 好一点也好 从现在整个的视察上来看 太小的事情 产品的这些细节都是小的事情 那么何况产品中那些点的 配色 按钮 交互 那是更小的事情 那时候我把大量的精力 浪费到这个里面 反倒整个商业模式 融资 等等 团队建设 等等 这些方面 我都没有跟进 没把自己的精力 放在对整个公司 真正重要的事情 跟员工去争什么 跟工人去争什么 他们做的不好 自己会去 自己会去纠正的 就算做的不好 又没纠正 就不好了 那一块又如何 让它不好下去 那公司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谁在做 这个也是踩到的一个坑 就是说 有人说 CEO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勤奋 勤奋了细节的东西 让自己陷进去 但这个我认为根源的话 还是乱了方寸 其实创业者 如果说真的把事情想明白的话 那个胸怀是有的 就是包容错误 那些胸怀都是有的 只不过当时它乱了 乱了之后 失去了理智 产生这样的一个局面 如果这个事情 有人能够把它纠正的话 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已经走出了那个阶段 是因为我的合伙人 有足够高的一个情商和辅助 帮我走出了那个阶段 要不然现在我可能还在忙着的 那些不重要的细节里面 我觉得适当的哲学争论 也还OK 那个东西就作为饭后的谈资 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的调调 也蛮好的 但这东西 只要不成为讨论的主流就好 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公司 还不是特别明显 我是第二次上 07年创业的时候 那次公司是最明显的 我们也是三个合伙人 最后是分崩离析 那样的一个结果 一开始是事情的争论 事情的争论后来就变成哲学的争论 哲学的争论 然后变成人的争论 最后就演变成 谁说的我一定反对 不用去思考他说些什么了 我这是反对这个人 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样很容易把公司做空 天天的浪费时间 高谈阔论上 然后事情 今天比昨天有什么进展 每一天比前一天 都有什么样的进展 其实现在这个东西 是我们团队关心的 最主要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 也有这样的趋势 争着争着 就开始到方法论上去了 然后现在 我们其实合伙人里面 也有很实际的人 反正遇到这情况 就给大家杀杂 说大家走歪了 然后我们赶紧的 再讨论到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今天干点啥 明天干点啥 把这问题定下来 后天都不要讨论了 最重要的问题是执行力 如何把这东西干下去 我觉得合伙人里面 我特别感谢有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当说话假大空的时候 能慢慢拉回来 我是容易陷入 说话假大空的这样的 这样的境界 我自己都不知道 人是很难改变的 但是自己一直心里面 有这根弦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自己去把它拉回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就是因为老大不止要说怎么办 而且要说服别人 我是正确的 我是比你们考虑的 要深远的 我是比你们牛逼的 其实怎么办之类的 大家一般觉得还好 合伙人来讲 总得按一个想法执行 哪管是什么想法 大家敲定 总得执行一个 说怎么办 执行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第二个问题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你决定怎么办 还要踩别人一脚 要证明比别人是 更加光明伟大正确的 这个时候 不服气的镜头就上来了 然后最后争的 其实是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产生一些 哲学争论的根本原因 有的时候就是说 本来结论已经没有问题了 大家会执行干什么的 然后非得再争一争 中间的原因 这个原因争多了 最后会导致执行上也有问题 我就觉得你说的不对了 我就觉得你这样的决策 会害死公司的 合伙人团队中 要有头脑清醒的人 要有特别务实实干的人 如果是一个太满的人 听不进建议的人 我觉得合伙人团队也没什么意思 什么叫合伙人 还不如叫员工 是持股较高的员工好了 就是因为合伙人里面 他拿这个东西当自己的生意 他会对最欧有一些很直接的建议 我也不担心你给我开工资的问题 对吧 咱们谁也不给谁开工资 过来的话一起是为了事情来的 不是为了拿薪水 不是为了就是说 在这听你这个15和6的来的 该所有人的目标做 把事情做成 我觉得这个是合伙人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他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想问题 去说出一些员工不敢说的话 我觉得绝对独裁是不需要合伙人的 因为任何人都会犯错 我找合伙人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就是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但是我有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经常会犯很低级的错误 就比如说下棋 我考虑一个残局 一下子我考虑十几步 然后我觉得我考虑明白了 然后第一步就把局给丢了 我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要么这个管理者 花时间去打造一个 自己适应的那种环境 就像我第一次创业 我觉得所有百度的东西就是对的 我就要打造百度那样一样的环境 所以我花了更长的时间去招人 我每天面试好多好多人 但是都不同过 最后招到那个团队 其实是有很强的幸运因素在里面的 你花足够的时间去招人 去打造一个自己 能够轻松驾驭的那样的环境 这是一个解法 现在创业公司招 比如是像大公司那样优秀的人之类的 那可能就要是在财政上 少招一些 招精一些 然后花更长的时间去招 前面的公司的成本节省一些 为打造团队留更多的时间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能解的 一个方法 然后第二个方法的话 就是自己去改变 环境因为已经变了 自己做点事 比如说原来也是业务出身 也是能做点事的 可能是荒废了几年 把它捡起来自己再做掉 招那个不像公司原来那么牛气的人 但我少招几个 招那种成长性比较好的那些徒弟 然后手把手的去带他 以自己做事为主 这样可能我带三个月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能够独立做事了 但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 掌握住这个度 无论是我招优秀的人 跟原来环境一样 还是说我后面招不太优秀的人 然后自己去带 都有一个实现步骤的问题 就是不能太快 人数不能太多 人数多自己控制不了的 比如说原来的大公司 我带20个人是很轻松的 但是新环境可能10个人 我就是带不了的 因为太累了 原来很多事情 我不需要想那么细的 一个事情的目的说出来 然后别人就听懂了 然后就给我结果就好了 这种潜在的沟通 实际上被人的那种 很强的单兵素质所消灭了 但是创业之后 招的人不是原来环境那样的人了 一些事情就要说得更细 说得细了 这些事情还是实现不了 中间还是出问题 好不容易把结果做出来了 这结果通常是不对的 这个管理成本比过去 实际上高了很多倍 所以管理成本高了之后 作为管理者自己来讲 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开始它的管理方式 跟在大公司里面发生了变化 以前没跟过这么细 现在开始跟这么细 实际上是cover不了的 如果说是改变环境的话 前面可以少带一些人 这个团队逐渐地打磨 以前做过几次CTO 也做过其他公司的技术顾问 我听到好多外面的争论 比如说有人就觉得 Java会比PHP更好 Java的扩展性更强 以后支持更多的并发 性能更优等等 当时我想说的一句话 你的产品有多少访问量 假设说我做一个创业项目 能够达到10万人的访问 已经是一个可以在市场上 让人认可初步认可的 一个小产品了 如果做到百万PV 每天百万PV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 我用百万PV 绝对可以去拿A轮B轮融资的 如果到千万PV的话 那就是基本上是在 社会上能够叫得响的产品了 上亿的PV 那就是一线的产品了 但是我们算一算 假设说1000万PV这样的一个产品 折成它的每秒钟并发 有200个就够了 200就够了 但是做200的话 平时我们写的PHP Java也好 任何的程序 不经过什么性能优化之类的 正常的程序 也能够达到50的并发 那你需要加四台机器就够了 就是什么都不需要做 你只需要安心的做你的业务好了 加四台机器还才多少钱 现在阿里云的机器 一台才几千块钱 而且很有可能 你做这个业务 要做到好几年 才能做到1000万的PV 那何必早早的去布这个局呢 自己连十万都做不到就挂了 那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个上面 有什么用 其实更多就是做技术上 我要把这个技术 做得很扎实 一下子考虑到未来几年的架构 等等这些人 有很多这样的老板都是非技术出身 因为不懂 不懂就有一种恐惧感 恐惧感的话 那我就要求要把它做得更多 投入的精力更大 这样我才能够安心 其实不用的 所有的事情 我们往后想个半年就够了 接下来的半年 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尽快的迭代下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考虑这样担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考虑公司在什么阶段 你比如说一个创业公司 一个天使轮的 你只需要向后考虑半年 而一个A轮的可能会向后考虑一年 一个B轮的公司 就可以做一点小的布局 C轮D轮上市公司之类的 像阿里 我会投入很多很多的钱 在未来五年的布局上 问题都是没有错的 怕的是什么一种错位 我是一个创业公司 我上来考虑了布局 这就有问题了 我也犯了一个错误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对无限这方面的场景 思考的并不是很透 但是有一点都是 大家都知道无限是趋势 APP是趋势 这个年代谁还在做网站 都是去做APP了 所以我也去做APP 我囤几个APP的人 哪怕现在不是十分用得上 但是它是趋势 迟早会用得上的 公司的问题就出现了 他们确实是可做的事情不多 做完了到市场上去检验 效果也不好 因为我这个应用场景 现在还真的是一个PC上的应用场景 APP大家普面接受的比较低 然后这些人自己也心里不安 然后别的团队看着你一个这么忙的创业公司里出现一支稍闲一些的团队 对整个公司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我认为如果我是一个B轮的公司 甚至A轮以后 我去囤几个人 去做这样的布局 可以接受 不能说好 可以接受 但是天使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没有处在那个阶段 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实力 先活下去 做的所有的事情 任何事情围绕着一个中心点 就是活下去 不要考虑什么大方向 未来之类的 这有没有未来还不知道的 感觉做创业就是说 一旦感觉自己清晰了 问题就马上就要来了 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一会高峰 一会低谷 一会觉得通透了 心情很好 一会又觉得前途一片茫然 现在整个的感觉就是 一旦什么时候 觉得自己是完全通透了 无论是大方向还是小打法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特别顺的一个东西 接下来就是执行力去做 一旦陷入这个模式的话 我觉得危险就来了 很可能自己是 有什么地方没想通而已 因为我在这个做什么 未来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 上面 其实是 有过几次摇摆的 每一次摇摆的话 都有一定的时间内 认为自己是清晰的 认为整个市场 自己已经研究的透了 但是过段时间 很可能这个时间 是两个星期 或者是两个月 过段时间的话 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 用户反馈数据之类的 推翻我的结论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可以认为是 我不够坚持 但我认为也不是 我做的大方向 整个的一个大方向 从来没变过 但具体的打法上 做点什么东西是对的 我一直在摇摆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 我现在 这条路就是绝对对的 我只是觉得 现在的路 比以前来讲 我多了一个 生意的这个概念 可以继续地打下去 我愿意为这个事情 拼下去 而且团队现在各方面 也比较认可而已 但是没人保证 它客观的就是对的 我认为大公司 也是不清晰的 大公司会犯很多错误 比如说百度 百度当年 也犯过很多错误 阿里也犯过很多错误 百度曾经一度 不太重视走极端 实际上证明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 很大的事物 阿里费了非常大的力气 做的很多业务 都是最终没有做成 所以我感觉到 生意这个东西 真的不是想出来的 是干出来的 一步一步实现下去 就好了 就是说你把每一步 都走踏实 说不定柳万花明 什么时候有一片更广阔的 这个蓝海就出现了 那一开始就想得很明白 这是一片蓝海 竞争对手 竞争也小 各方面所有东西都是有力的 这个问题可能会很大 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我的感觉是 多数人都看不见 有一次 比如说李延宏 在外面开会的时候 他好像是答学生的问题 说是 我只能看到一年以后 无法看到更远 如果告诉你 是在骗你 但是一年之内 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知道了 我也不会告诉你 有一次全星投资的刘勤发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那个title 那个标题 我特别喜欢 它叫 创业者要拥有远赴晨星的决心 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真的是 在你的路上 那些坑 无论是行业上的 还是团队上的 还是来自竞争对手的 都要一个一个遇到 而且绝大多数时间 是处在一个挣扎的状态 那个挣扎很磨人 如果创业是为了赚钱的话 真的可以不用来了 有很多更好的 更轻松一些的赚钱途径 比如说我做个理财 10%的年龄率也是能保证的 创业的话 90%的可能最后是赚不到钱 而且要赔钱 但是唯一能保证的是 那个过程将会很磨人 这个对人的一个磨练吧 我是觉得如果说创业失败的话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创业者自己放弃了 对外的原因是我融资烧光了等等 但我认为那不是本质原因 本质原因是创业者自己放弃了 很可能在投资烧光的前几个月 已经心里自己放弃了 他任由着投资最后烧光 因为这个磨练 我真的觉得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 事先想得到 有这么辛苦 然后并且能够承受得住 这种修炼里面最大的考验 我觉得其实是责任 你拿了投资人的钱 你对投资人其实有责任的 用我的话来说 我可以赔得起那个钱 但我丢不起那个脸 这是一方面 你员工 我拉了一票的合伙人 有的自降薪水过来的 最后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还有如果说业务起来之后 你有用户 有些会有很多很忠实的用户 对用户也是还有这份责任 这些责任大了 然后再加上遇到的那些困难 有些困难是很难解的 这些责任会压着自己 我做一个比喻 很多创业者在创业之前 也都是理性的 他做这个事情 我知道我赢的概率是10%甚至更低 但这个东西就像抽奖一样 我知道去商场里抽奖 那个概率很低 可能是万分之一千分之一 但当我的手伸到抽奖箱里面 那一刻 我的脑子立即被感性的东西所占据 我觉得我手拿出来 那个概率应该是50% 创业者刚一创业 尤其前几个月 尤其我拿到天使等等 那个时候 我心里的想法 我的概率就是50%了 甚至更高了 未来如何如何 整个的远景都规划出来了 就一下子进入一个很乐观的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有的